嗨 大家好 收听 报道有意书 我正先 今天有意书 给大家介绍一本 小孩的副 而且是那个 有个故事的绘本 那 其实我们的有意书里面 有介绍过绘本 但今天这个绘本 特别是让小孩看 它是有主题 这个主题呢 名字是 蝴蝶朵朵 朵朵是一个小女神 但是这个主题是说 其实我们现在顾小孩顾得很认真 可是有时候 我们的小朋友 生活有一个危险 他是食杀的人产生的 性侵儿童 其实这是一个旧 有时候很不容易被发现的 一个状况 这个小朋友的人生要面对 现在给大家讨问 是他的绘本的画画 两位主要的作者 他是陈杰浩 他是先生跟这个许思宁 思宁是太太 然后他们两位呢 一起 那这个作者是新家会老师 来 我们现在先访问是杰浩和思宁 你们两位好 你好 你好 事实上我刚才 要开麦风门 你最近 我自己还流了些泪 我感觉就很舍不得 先跟我们讲 这个蝴蝶朵朵 是什么样的故事 好不好 思宁 蝴蝶朵朵是关于一个小女孩 就是 就是经历了一个难过的故事 她出生在一个单亲家庭 她出生的时候 其实就 就是家里头找妈妈 其实就是一个很平凡的家庭 有一个母亲跟一个小孩子 快乐的成长 然后中间她遇到 就是有个叔叔 这是妈妈的男朋友 然后后来那个叔叔就跟 这是故事里面的小女孩 这是朵朵 这是发生的一些事情 然后我们阅读完整个故事之后 就知道其实是 她对朵朵就做了一些 侵犯性的事情 然后要牵涉到可能是 情绪上面的恐吓 胃下 然后身体上面可能牵涉到 对小孩子的 性侵害的 的互动这样子 然后故事里面后来 妈妈有 发现到了 之后出来保护朵朵 离开了那个伤害的环境 这样子 所以中这个绘本里面 她的故事 她画得很漂亮 有很多小动物 然后这个小女生 和这个朵朵 是因为 她很爱这个蝴蝶 她很喜欢 这个看这个蝴蝶 看到她这样 这样背 这样背 好漂亮 所以大家都 都市场里面 才是都很秀这个孩子 因为可能知道 她没有爸爸 所以小孩子 她是不会防范大人 来伤害她 所以这个故事 是在这里 所以等到 妈妈那个伴侣 把她起床的时候 我看 就在画本 会本里面 呈现这一段 这个 在画的时候 因为毕竟 这些主题 跟一般不一样 你们有没有想过 说怎么处理 性侵害的议题 一直是一个 很不好处理的 那个工作 只有成人 有足够性侵害防治的意识 我们才能给儿童 一个完全的 安全环境 那我们画这本 绘本的用意也在这里 就是说 我们除了给小孩子 跟他说性侵害 是一个很严重的伤害 我们同时也在告诉大人说 也只有你有足够的敏感度 然后知道小朋友 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他需要你 及时伸出援手 那我们才有可能 完全避免这种伤害 因为我看这个蝴蝶朵朵 其实 我去前半部看的 画得 画得很漂亮 这个小女生 她真的很可爱 然后妈妈 市场的人 然后还有动物 还有花 那你们在整个 画画 什么是画风 你们两个在画的过程 有没有什么分工 还是说 我们要怎么画 有一个根据这个脚本 看的怎么想法 我们收到新家会老师的 那个文本的时候 我跟姐好 就会一起讨论 那个构图 然后呢 有一些画面 家会老师也会 有很明确的 希望 那个画面 怎么配合 那个文字 然后我们初步画了 那个构图 在我们就会寄给 家会老师看 家会老师就给我们意见 然后我们就 我就跟姐好 就会一起画那个线稿 那我们画画的分工是 其实我们 因为我们是夫妻嘛 我们都齐在家里面工作 我们就会轮流画 因为我们对构图 都有一个大方向 知道那个画面 是怎么样构成的 我们就会免 画15分钟 就到另外一个人 休息一下下 然后另外一个人就看 啊我现在 想画哪一张画 我们就到他工作的 时段的时候 我们就一起画 不过我觉得 姐好和思宁 你画这个蝴蝶朵朵 因为他 当然他是画本 而且实际上 也可以给小朋友看 所以他其实 业数不是很多 我看你们说 画很久是不是 画了大概一年 快一年 对啊 从构思到结稿 其实说起来 还蛮对不起 家会老师 等了我们那么久 快一年 对啊 中间也修改很多了 中间有很多沟通的 里程 就是给家会老师 家会老师很多 就是给我们很多 宝贵的意见 还有出版社 有他的就是建议 中间有收改的过程 就是从收到文本 到订稿 就差不多一年多 对 那在这个书里面 我们记得绘本里面 他其实是有一个 有一个转折 就本来这小女生 非常的快乐 非常的开心 他也觉得说 这个叔叔呢 后来跟妈妈住在一起 然后对他们也很好 然后一直买蛋糕给他吃 对 那一直到后来 这些小女生 他觉得说 他身旁的蝴蝶会走了 因为那个叔叔 开始欺负他了 像这样的 因为我发现 你们画那个叔叔 都没为他的蜜蜜 那个脸都没有给他画出来 为什么 不是坏人 要让大家知道吗 我们收到嘉蕙老师的文本的时候 我们就跨了一点时间 跟嘉蕙老师讨论 每个角色的设定 然后讨论到 加害者的角色设定的时候 我们就在想 应该要画他很好看 还是怎么样的男生好 然后我们就跟嘉蕙老师讨论 大家都有一个共识 就是说到 其实 儿童性侵害的加害者 其实很难透过一个人的外表 包括他的性别 他的年龄 他的社经地 或是他的职业 来判断 他有没有可能是性侵加害者 那也就是性侵害预防 这防治的时候 一个很重要教育的信念 就是我们不能透过一个人的外表 来判断他可不可能是坏人 因为同时 另外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是其实很多儿童性侵 跟加害者 其实他们都是小孩子认识的人 可能是他的 就是家里头的亲戚 或是学校里面的老师 或是教会里面认识的人 所以这个把加害者的面貌 没有正面描绘的时候 也多了一个 每届家长或是老师 跟小孩子讨论 在读多多的时候 说你觉得他可能是什么人 而不没有一个很明确的外面描写 他是怎么样 多一点讨论的空间 对我想在绘本里面 其实就出品 因为我们会一直把 像我就把很多注意力放在他怎么画 然后这个坏叔叔是怎么样 可是我们会全会觉得这个叔叔 哪里面都没看到 好像还就是在处理上 特别不看他的脸 那其实这期真的提醒我们说 其实加害者可能是用任何的形式出现 然后还有画面里面我们也除了不直接描绘加害者的面貌以外 我们也在画面里面有很多隐喻 就是其实说到儿童亲亲的加害者 他用了很多手段去蒙骗他身边的小孩子 跟小孩子身边的成人 比如说蒙骗的朵朵的妈妈 我们在绘本里面第一页就画了一只狐狸 就是踏着一只蝴蝶在那个画面的远处 这暗示小孩子就是一样小孩子知道 可能那个故事里面有一个动物很缴获的狐狸 或是就是伤害一个昆虫伤害蝴蝶 然后这一个关于动物的隐喻 其实在画 就是故事里面很多画面里面都会有不同的暗示 比如说有一页是叔叔就是带着朵朵 跟妈妈去开着他的小扩车 发财车去去玩 然后那个发财车 其实叔叔是车上面就有个吊失 是一只狐狸的吊失 其实就是要再呼应到前面第一个画面 也可能他跟狐狸有关 但是我们同时也 在那个发财车上面有个标示 是一个小熊的标志 那在故事后面再发展下去的时候 就会知道其实朵朵的叔叔 就是跟朵朵玩的时候 说自己是小熊叔叔 然后就说朵朵 希望朵朵是狐狸 就帮自己抓养 然后再用游戏的方法来欺骗小孩子 同时他也不会跟小孩子说 我是一个很缴获很坏的狐狸 然后他就很多不同的 就是形象 多变的形象 来出现在小孩子的面前 出现在小孩子的身边的成人 比如说爸爸妈妈 或是菜市场的工作的人 让人家没办法摸清楚他的外貌 然后这也是亲亲家孩子 常常用的一个手段 就是他常常会让小孩子 或是他的家长 让他觉得是一个对小孩子无害的人 对 所以其实在这个杰浩跟他都要讲话是私宁 像我刚才跟私宁讲说 私宁你是香港 你是从香港来的 对 来台湾11年 11年 那怎么会来台湾呢 我之前来台湾是因为念 我来台湾念研究所读 关于儿童发展的 那所以你一开始就是画插画吗 我一开始 我在香港是交小孩子艺术的 就是艺术创作 就是艺术创作 事实上夫妻一起工作 有的人会觉得说 这个很好 可以互相支援 像你们这样 那有人会觉得说不太好 公跟私都拿这回 我很习惯 习惯 你们也蛮喜欢在我们互动的 这样子 哇 这个是最大的幸福 不过刚刚我跟这个杰浩在这之前有谈到 杰浩其实他本身在绘本里面 他有就是重复的人生经验 他在小的时候呢 去奶妈家 三岁 那他自己后来到长大 也是遇到私宁之后 他居然提到说 他想起来 他以前在奶妈家 又有被欺负的经验 好 这个杰浩可以谈一下吗 之前在三年前写一本书叫不再沉默 那里面内容就是主要讲我小时候那一段经历 从三岁到五岁的时候 我父母把我放在奶妈家 那来帮奶妈看有机可乘 就是性侵我 然后要求我为他们口交 要求我看他们性交这样的过程 那不止奶爸奶妈也还有他们两个未成年的男生跟女生 也是要求我帮他们口交 其实在我成长的历程里面 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是不记得这件事情的 就是说我可能有过这样的经历 我有跟我父母说 但是却发现他们没有反应 我也不知道那个东西叫有性侵 然后我也试着想要把这些事情完全遗忘 但是你就会发现有些事情 比如说性侵是一种创伤 这种创伤它会一直跟随着你 开始处理这件事情以后 我才认知到这件事情 它是长久的影响着我的 那开始认真面对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才知道处理这件事情是多么的重要 这样 我要问一下说 因为吉浩云那时候是三回五回 就等于算小朋友其实记忆也不一定很清楚 还是你觉得你是后来就 因为你说你有跟你父母讲 可是父母他们可能认为你是小孩子 所以他们就觉得 其实这个事情不是像你讲这样吗 他们没有反应 那没有反应 我认为并不是我表达不清楚 那我认为是他们不愿意处理 就算我没有清楚的实际记忆 但是他也会每天不断重复在我的梦境里 就是很容易做噩梦 但是梦到一模一样的情景 就是关于他们在南马家那一段发生的经历 那我只是在没有记忆的那段日子里 会觉得自己很困惑 很迷糊 就是说为什么这么好像有很多很不舒服的感受 但我却找不到他的源头是什么 我自己成为一个成人以后 我开始在努力面对这个伤害 那我们处理到一个程度 这个伤害也就会慢慢减弱他的对我身体跟精神上的威力 这样 不过吉浩因为你开始面对之后 其实你还有出书 是 去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 那你认为说 因为你也讲 因为当初那时候 第一你也小 第二家人其实是没有处理的 虽然他后来有影响到你的生活 其实你开始并没有很明显的去把 你小时候的经验跟你长大后的身体不舒服 你其实没有连在一起 对因为我记忆没办法连起来 对 那是后来为什么你会想要处理 就是你会想要把它说出来 而且还把它公开出来 好 我觉得这边 我把它分成两个议题来说 就是一个是揭露 然后第二个是公开 那我认为 所有的受害者 都有揭露的需求 因为我们需要把一些很痛苦的事情 对 跟另外一个重要的人分享 并且得到接纳 这样的痛苦才能减轻 那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保护的环境状况来揭露 是有可能的 而且我们会这个伤害有机会 往比较好的方式慢慢疗愈 对 但是关于公开这件事情 有些人认为这是我发生过的事情 不需要隐藏 但是我们现在就是面对一个现实的状况 就是说 这个社会并不是受过足够的教育 或受过足够的宣导 我们懂得怎么样去接纳一个性性受害者 所以有时候你如果真的是一个公开这样身份的时候 你不一定会得到一个最好的回应 那有时候甚至是有伤害的回应 然后那个叫二次伤害 但是有一些人愿意 比如说像我想要写出来或说出来的时候 我是想传达一个讯息 就是说 并不是只有你一个人面对这个痛苦 性侵害痛苦是每一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 那我们你并不孤单 我们可以共同一起面对这件事情 这些事情发生在你我身边 那也需要你我共同关心跟接纳 那这件事情才能有一个圆满的结束 我想今天后面是这个陈杰浩 杰浩和徐思宁 他们是一个夫妻 他们画的这本书 也作者是《性家贵》 他本身是一个 人权小提琴 然后他其实是一个很有中心思想的一个 童书书写者 那当然这个杰浩跟思宁 尤其杰浩本身 他自己小孩子的时候 那个在奶妈家那种经验 性侵的经验 他现在在创作的时候 所以他们常说 写一写会很进入到里面 又去休息一下 那还好我觉得 这个思宁是 这一个很好的支持者 所以刚刚 只好在讲 一个这样的经验 要一个是揭露的时候 你到最后揭露出来 是因为你的对象是思宁吗 是 因为我非常信任他 那你觉得你讲出来以后 你反而说 我现在是身体不好 什么做噩梦 什么 什么 气喘 睡不着 那有变得比较好吗 就是 很多受过 创伤的朋友 就是 受身心症困扰 那身心症的状况是非常复杂 在 我的方面的话 头痛 晚上 非常不容易入睡 跟入睡以后就会做噩梦 所以 我很不容易得到一个完整的休息 对 那说出来以后 这个压力在短时间就是 它会变得 不容易处理 因为它 你要面对一个揭露的压力 那 我们会面对一种迷惘 或是面对一种 刚刚说出来的一种很大的恐惧 对 那但是 我们一步一步处理以后 我们就得到一个程度的 对自己的了解跟接纳以后 这样子 那这个身心的状况 其实很明显的就减缓了 我就没有再头痛的问题 还有做噩梦问题 也几乎得到彻底的解决 这样 对 好 所以我想说 因为我觉得 杰浩真的很勇敢 蝴蝶朵朵这一本 这个绘本 是刚刚出嘛 对不对 四月的时候出 四月初的 四月底 所以我现在去 这个书件已经买得到了 买得到了 蝴蝶朵朵 是一个针对 它真的是一个有主题性的 儿童绘本 是儿童性侵的这个绘本 要怎么去预防 要怎么去察觉 那 其实这里面有一个重点 它讲说 要怎么样 教导小孩去保护自己 因为我看书上 这个妈妈是用小朋友 最喜欢的玩偶 跟她对话 因为我们大人一直跟孩子 说发生什么事 好像很困难 她用 先用玩偶当朋友 跟她对话 那这个是一个 标准可以用的方式吗 这是其中一个非常聪明 跟非常友善儿童的做法 那我不会说是标准方式 因为每个小孩子不一样 他跟那个大人的关系不一样 怎么样是他比较容易放下心房 比较容易说出自己心理化的方法 其实都可以的 好 那最重要是一种察觉 那当小孩子给我们说什么时候 讲什么时候 我们要开始有觉得说 我们小孩子可能有一些状况 其实小孩子遇到性侵害 或是成人不侵犯性的身体的对待的时候 我们在理解很多不同的心情受害者 他们在叙述自己困难的经历里面 通常不是一个一次性的叙述的历程 他们可能会分很多次 来慢慢叙述自己的经历 开导的时候 可能他们会先试探你的价值观 你的态度 可能会先说 那个有什么人对我不好 可能那个叔叔对我不好 他们说得很臭 像 或是有些 我们遇过一些受害者 他会说 我爸爸打我 那你会感觉到 那你怎么回应他 一个成人对他不适当的对待上 你的反应是怎么样 他在慢慢试探的时候 感觉你是可信的 然后呢 才会慢慢介入更多他的经历 受害者 其实每个人困境的差异非常的大 那尤其是小孩子 他困境又更大 那他很容易在一种 很大的压力之下 保持沉默 有时候 比如说妈妈 跟那个加害者的关系 特别好的时候 那小孩就宁愿保持一个沉默 他觉得 不伤害所有人的关系 或者说说出来 那会觉得压力更大 他就会在这个地方 你就会发现 他怎么跟平常就不一样 跟姐好小时候一样 就是会不停做噩梦 然后小孩子 小朋友做噩梦 才能很容易观察到 因为他就是睡不好 突然惊醒 那我们就可以再关心 多留一下下小孩子 问多他一句 做了什么梦 有什么事情害怕 或是小孩子 有些小孩子就会有 那个发展倒退的状况 他会尿 本来不会尿床 突然尿床 对 我好像有听过这种 就是会一直尿床 因为他很紧张 对 因为他在睡觉的时候 或者是就是医师觉得放松一点点的时候 反而就很多平常能控制到的身体肌肉 或是状况突然变得不一样了 就会有一些发展倒退的状况 这都是不是指着小孩子的时候 反而是成人关心小孩子的时候 好 那我们今天访问到的是 陈杰浩跟许诗宁 真的这本蝴蝶朵朵 我们很少看到说 这个人生跟专业 跟绘本是通通绑在一起 你在一本书里面 你会看到说 这个真的 又漂亮 然后又感觉说 哇好心痛 那其实大人想要多了解 因为我们很多事情 我们好像忘记他 其实你不处理他 他就在你的生命里 用一种就负面的方式应用你 那像杰浩说 我处理完了以后 我才发现说 真的 我的尽头也好了 好 今天我们很谢谢杰浩跟思宁 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 好 我们等一下回来